曾经给国家领导人服务的扬州理发师究竟有什么绝技 百年老店子罗兰延续至今凭借着什么赢得了大家的青睐 本期你所不知道的扬州将带您探寻他们的故事 1959年的12月 江南的冬雪在西湖畔如约而至 映着冬日里的一丝阳光 一位极其特殊的客人将足迹留在了这座小楼中 12月26日 一辆神秘的汽车停在了这座小楼的门口 从车上走下了一位神色略显慌张的年轻人 他就是来自于扬州的剃头匠周福明 这位当时在杭州小有名气的理发师 究竟要为什么人去理发呢 周福明这个略显青涩的年轻人呢 当时就是去给毛主席理发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 他只有24岁 就居于杭州的一家理发馆 当时的中国呢 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大跃进 除了杭州之行 毛泽东还要继续向南去考察工作 而周福明的到来 就是为即将出行的毛泽东理发 杨州三把刀的技艺呢 自古是闻名于世 周福明带着杨州人节地灵的独特手艺 二十出头就已经成为杭州 小有名气的理发师傅了 那杨州理发技艺到底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 能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青睐呢 这便不得不从杨州三把刀说起了 杨州三把刀分别是美发 沐浴 烹饪三大行业技艺的习惯称谓 发刀里头管上三路 脚刀修足管下三路 除刀美副管中三路 杨州三把刀指的便是理发刀 修脚刀与除刀 杨州人自古爱美 人的每一天就是从头开始 杨州美发主要有理发和美容两大技艺 理发以精修细茧 茧得清净 发型多样 美容包括剃须 修面 修眉等 它历史悠久 工具众多 运刀轻柔 刀法多变 能理多种发式 虚式 眉式 但随着理发行业的不断变革 发式造型不断地更新换代 新潮的理发店 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 老一辈的理发记忆 是否就随着时代的发展 而逐渐消失了呢 在百年悠悠岁月的风雨之中 创立于1911年的紫罗兰 仍旧坚守在杨州的老街 国庆路上 用老一辈的技艺成为杨州人 割不断地牵挂 百年来 紫罗兰理发店成就了数名理发大师 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紫罗兰发展到了最鼎盛的时期 这里一度是杨州最大的理发店 也为全国各地输送了许多杨州师傅 如今在这其中 还有一位满头银发 面向慈祥的老师傅 就是被评为中国美发大师的 求庆芳 七十八岁的高龄 六十多年的发业经历 构成了一个甲子的发意传奇 一座城市 一份情感 一项工艺 一种坚持 周一至周五晚八点 探寻阳城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 我们主要是靠基本 靠技术 靠这个冲动技术 它这个我们的是 这个飞行量飞舌 都是沿着任何这个构型化 年龄这一来决定的 不是前面一例的 造型师们一说 在紫罗兰二楼的营业厅里 一如老样子 静前一条桌子 有条布稳地摆满了 求大师和他同人的十八班兵器 求大师说 这上下两片荡刀布 是罗祖道观后面的两根飘带 演化而来 立即将常见的手工劳作 平添了道家玄妙的意味 冲着紫罗兰的名气 店里每天都顾客迎门 大家分之踏来 这便是对这家老店 对老一辈理发技术的肯定 我对了这个经常有五六十年了 因为比得了五七少年了 现在就这年了 他就记得刮刮脚 而且他手脚很轻 这十年了我们的手脚很轻 防护着那样的 像以前做立外面不容易呢 这是不如能容 什么不如能容呢 我想连外行人都看得出来 裘大师运刀的角度 静力速度 全然在他手指的毫离之间 准确拿捏 然而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作为扬州理发代表人物的 裘庆芳 他这一身的本领 是如何练就的呢 手持三寸铁 到处有饭吃 秉持着吃饱饭的愿望 六十三年前 十五岁的裘庆芳 递上了溜尸拐带 投河落井 与本店无关的拜师铁 来到紫罗兰理发店 成为了叔叔 求长春的徒弟 学徒第一年 裘庆芳每天的主要任务 就是给店里干杂活 揣摩师傅怎么理发 而到了第二年 他开始挑起了剃头担子 来到扬州渡江桥附近的码头 给这里出苦力的工人剃光头 我是十五岁下头 今年七十八 原来今年的时候 我是最年轻的学校朋友 现在成了最老的老头 今天是空的 以前我们下头还有索编 索编 那边那里一下子帮了薄学会 这不去苦不得苦 今天这个道理说 有的就是一个基本工人 今天有一年左右 其实苦很多 懂吗 学理发技艺 需要下苦工 凭借着自己的天赋和勤奋 周庆芳也不断出众 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理发师傅 他见证了紫罗兰最好的时光 以前我们紫罗兰是刚才的 一共有两张楼 楼下是做梦你年饭 楼上做梦你女饭 身衣 身衣铁号 以前这个是医者是肥的 就是猪 这边拿号头拿号码 比如说你骨骼一盒二盒三盒 即使是天哪个金就哪个金 别别 就忙了这个程度 曾经一度名气显赫的紫罗兰 到了九十年代 却开始逐渐萧条 这家百年老店 到底经历了什么变故呢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 国外的理发器械进入国内 伴随而入的还有新潮的审美 有人学上一年就敢称大师了 求庆芳说 从那时起 传统的剃头刀开始慢慢没落 言传至今 仍旧用老法剃头的 除了国营的紫罗兰 只剩下几家个体的小店了 在杨州来说 小屋门这个规模不多 不得了 现在就是有个地方开得多 因为这个市场景气就是强 小屋门的这个村人 肯定要村人 这是最主要的 这个村人就 也好像有面年龄 有定的困难 什么困难呢 我现在的这个青年人 很符合 她很信任 这个小屋要窃口 懂吗 一窃口一八一 拿不到钱 一座城市 一份情感 一项公益 一种坚持 周一至周五晚八点 探寻阳城 你所不知道的 那些事 紫罗兰 紫罗兰历经百年沧桑 现如今也只剩下八位老理发师了 他们的工资紧靠客人的提成 周庆芳 周庆芳与紫罗兰牵手一生 她见证着紫罗兰的兴衰 而她 甘于寂寞 拥抱清平的背后 到底靠什么 在支撑呢 十多年前 周庆芳经历了人生 最痛的一段时间 老伴中风去世 唯一的儿子 落下终身残疾 无法工作 一时间 周庆芳悲痛万分 难以释怀 夜夜辗转难眠 她唯有将感情寄托在紫罗兰 我这十五岁小徒以来 到现在七十八岁 为什么要静止上面 最终是一种心灵 心灵很重要 所以另外一种感情 对这一地感情 大家另外一种 故个的感情 落感情 所以一直坚持 第二个呢 落魄也不知了 这个都好像不太意思 天天在我的园 这个树舌头这个河边 好像一天不离 这个行动好像不是指纹 好像不知道什么东西 丢它了 这个地方就是落地 落地 第一次落地 一个多年 故个是落故个 落脚 另外落肩禽 肩禽非常重要 这小徒一上来就说我去 我去那七年了 啥 有啊 七年了 七年了 七十年了 小徒你这种繁星最好的 有威励 有好片 现在像小朋友 像小孩 一样的 不浪 好 去完了 不浪 一动就有广楼墙 肯定不客气 好 我都不客气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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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头发的体能有险下的 烏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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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帅巴 礼发虽是豪沫技艺 却是顶上功夫 礼发作为扬州三把刀的代表 它包含着劳动者 携国际走天下的意味 上可谓天子 下可谓平民服务 他们靠的都是真功夫 他们美化了别人的生活 却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辛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